各位兄弟们大家好 我是大兴 今天某多多保障零食第五代年终篇 之前有粉丝给大兴留言 想让大兴做一些关于那种年货的某多多保障零食 那么今天他来了 来 首先第一个是炫麦口姜糖 这一袋的话我买的是100片 各位先忙一下他大概多少钱 买的这个不知道是叫边角料还是叫什么 反正它这个是散装的 也是炫麦 没有盒子 上面写的是餐饮专供装 数量有约100片 那我猜弹幕上面可能已经飘满了价格 我这一袋100片只花了14块6毛钱 这样过年的时候基本上都是大鱼大肉的吃的对吧 那吃完以后想清醒口气的话来一片这口香囊 竟然清醒口气 而且价格还不贵 多再见 那外面超市卖这一盒的话好像就是10块钱左右 10块08毛 我们买的这个180克100片 相当于是它的三倍 然后价格的话只比它贵了4块钱左右 所以说过年期间拿来当一个年货饭后零食 还是一个比较不错的选择 来 第二款 第二款是粉丝给大兴推荐的叫做不老灵堂 他说他们家过年除了吃某伏剂以外 吃的最多的就是不老灵堂 当然我以前可能吃的最多就是某伏剂 这个东西我确实没吃过 这个时候在席舰店里面买的混合口味一斤装 花了16块5毛钱 一斤的话大概有70克左右 16块钱总共这么多 这个包装的颜色一看起来就有点过年的气氛 这看起来感觉还蛮不错的 这是牛渣糖 外面裹的黑色的有点像是巧克力的感觉 里面是那种白白的带有果仁的牛渣糖 这个确实牛奶味非常的香 嚼起来不会特别的黏牙 但是嚼劲非常足 而且我刚刚看了一下 它这个包装上面每一个颜色都代表不同的口味 我刚吃的这个是杏仁味的 里面还有香蕉的椰汁的哈密瓜的 总共是4种不同的口味 再尝一个 这个口味尝不太出来 只能说微微的有一点点 但味道是蛮不错的 特别有嚼劲 粉丝推荐的可以 而且最主要价格也不贵 16块钱一斤重 整整这么多 第三个是叫做咸金枣干草梅条 这个名字呢我当时一听 我觉得非常陌生 但是后面看到那个买家秀那个图片 我就知道这是什么东西 我们小时候基本上都吃过这个东西 学校门口有的卖 来你们看一下这是什么 应该大部分人已经猜到了 如果有跟我年纪差不多的人 可能都吃过一个东西 叫做老鼠屎或者滑滑丹 这个东西可以说就是放大版的老鼠屎 或者滑滑丹了 闻着就是一股非常浓重的 那个橙皮的味道 仿佛又回到那个小时候了 以前吃五毛钱一包的老鼠屎 感觉非常的奢侈 现在一口一个感觉超级的满足 真的是酸酸甜甜的 怎么吃都不腻 这个价格也是非常便宜 小时候我们在学校门口买了 一包或者一盒就是五毛钱 我这里一盆两斤重 花了14块4毛9分钱 就这么一大堆 而且这东西也属于是老少街宜那种 你知道吧 只要你上过学 学校门口 他铁定有这个东西卖 不管男女老少 几乎通杀 来第四款 第四款是脆皮鲜乳球夹系软糖 要说老鼠屎是老少通杀的话 其实这个东西也是 它是属于那种硬糖和软糖之间的一个产物 摇起来是硬的 里面是软的那种感觉 当然以前学校门口呢也是有卖的 也是好像就是五毛钱一包 一块钱一包那种 拆开里面其实有很多味道 草莓的水蜜桃的葡萄的香芋的 这个包装里面呢就是一个这样小小的乳球啊 外面是那种像是奶糖的味道 里面的话呢是一个这样的水果软糖 其实过年的时候呢就是两种糖 一个是硬糖还有一个是软糖 这两种说实话我小时候都不喜欢吃 软的吧味道还行 但是太软硬的话呢就是味道不咋地 还有死硬 但是后面我就碰到了这个东西 摇起来是硬的啊 里面是软的 而且这么多啊过年期间招待亲戚 肯定是妥妥的 价格的话呢总共两斤重 花了18块8毛钱 这里的还没拆啊 这里就已经快装满了 所以说感兴趣的朋友们啊 抓紧时间啊 这好像快递真的要停运了 来最后一个 最后一个东西呢是粉丝之前委托我的 有没有那种过年期间的那种吃的那种果仁 然后又便宜了 其实我之前就淘到一个 然后一直没拍 今天给你们看一下啊 来就是这个叫做碧根果仁的碎果 碧根果的话呢 大家都知道是一个一个的嘛 然后要包合 然后一个一个吃 外观的话呢长得有点像核桃 但是它不是啊 它是椭圆形的 我买的这个呢 它属于就是那种里面的果仁漏 然后是碎掉的那种 当散装撑出来卖的 这个一斤重500克 我是花了25块3毛3分钱 来先看看货 嗯 感觉还可以的样子 来你们看看 这就是碧根果仁碎 我买的这个是中碎人啊 但是我觉得应该属于是小碎人了 掏出来最大的也就这么大一个 买家就图片上长这个样子的啊 品质呢不算特别好啊 所以他给我送了个勺子 要拿勺子吃 来一勺下去尝尝 嗯 本本后面再补一句啊 就25万年一斤的价格 这味道还要啥自行车啊 别说拿勺子吃了 拿筷子吃我都特意 真正彻底实现碧根果自由 不脆不黑味道确实蛮不错 就是这个果仁力不是特别的大 就看个人了 如果你们想吃大一点的 你就买那种大果仁 那可能价格也会贵一些 不过对于我来说呢 这味道都是一样的 反正嚼到嘴里面它都是碎的 那这个小的话呢 还不用多嚼几下 对吧 黑一点的话呢 咱们还可以多吃一点 是不是这个意思 好朋友们 那咱们今天这个某多多的年货零食 大评测就到此结束 如果各位觉得视频还可以的话呢 希望各位帮这下视频点赞支持一波 另外趁着大年没过的时候呢 我再去找找看看有没有别的 有的话我争取在大年之前再更一期 这样的话呢 正月里啊 亲戚朋友们来串门啊 也不愁没有东西招待 好 咱们就下期节目再见 拜拜